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事件 中东的杜拜正在打造属于这个城市的创新中心 野心勃勃地想成为全球3D列印技术的枢纽 他们用3D列印技术建造一座9.5米高的两层楼建筑 被金氏记录认证为世界上最大的3D列印结构体 从开放的平地上一座9.5米高的建筑物被层层立体列印起来 这是获得金氏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3D列印建筑 占地640平方公尺 于2019年10月结末 这床建筑是杜拜政府计划将这个酋长国 打造为全球3D列印技术中心的起点 这个建筑是一个两座建筑 它是一个庄建筑 是一个640m2建筑 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环境 它没有被盖上 我们已经查过了 最多的3D建筑的研究研究者 或者其他城市 在研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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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境 这个建筑比一般建筑的环保永续效能高出60% 建筑工人人数减少了一半 因为建造房子所需的劳动力减少 生产成本从250万迪拉姆 近68万1千美元 减少到100万迪拉姆 约27万2千美元 虽然成本效益乍看十分诱人 但是距离真正大量制造 成为现代建筑的主流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杜拜也拥有全球手作客正常营运的3D列印办公室 高约6.1米 楼板面积约250平方公尺 在2016年首度启用 当时是利用一架20英寸高的打印机 运用金属、塑料、水泥等原料 总共花费17天打印而成 然后工人再花两天组合完工